一下高速公路進到高雄市區 單向整條馬路都是紅線 超商對面轉角轎微停買東西 往前走沒幾公尺 小貨車同樣紅線微停 後面來車經過得繞路好危險 有人更大膽太歲頭上動土 派出所對面旁邊各停一輛 還有這位老兄 竟然把機車帶轉隔當成停車隔 高雄三多一路 也被當地人戲稱是最狂紅線微停區 沒停車隔沒錯 原來這條路是高雄氣爆災區 但道路重建後模樣大不同 這邊之前有好多停車隔 氣爆後人行道變寬 排擠停車隔空間全部取消 一個都沒有 民眾買東西不方便 紅線當白黃線任意為停 來到三多多飲料街地上 都是紅線停車的話 得停到遙遠的停車場 取消停車隔 其實有替代方案 但從飲料街走到遠得要命的停車場 來回八百公尺 又累又不方便 停車隔沒了 停車場又遠得要命超麻煩 難怪變成高雄最狂微停區 更讓人聯想到取消停車殼 跟地下埋的工業管線有關係嗎 工業局檢視四條工業管線全部停用 只剩瓦斯自來水等五條管線安全沒問題 一場氣爆重創高雄 重建後勢容遍美 但民眾卻得被迫改變生活習慣 記者陳股民王書宏高雄的 加記者陳盛東 記者陳股民王書宏高雄的 文件十分補移動